兒子大兒子世界 更何況年輕新一代有自己想法 作為家長的 適當時都要放手 石修這日出席活動 就說不會過分穿著 剛剛榮聲父母的兒子 陳雨昕和媳婦林又慧 他們年輕的一代 他們都有很多很好的資料 就算上網 在其他方面都拿到很多資料 如果孫兒子改名 他們會不會都要請教 你們的俗譜有沒有說 怎樣改名 俗譜? 是的 因為我沒有留意俗譜 當然俗譜在我們 早幾倍的時候寫得很清楚 來到我這一代 就差不多 大家變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年代 我們就沒有跟著俗譜 其實現在Sam的小朋友 他的改名 我都是給他自己處理 我就覺得 用現代的方法去處理 講到關心 最近有網民對駝B三個半月的林又慧 在懷孕初期繼續跳舞並不恰當 俗哥就力撐媳婦了 我想他想證明一件事 他想證明 就是駝住寶寶都可以做運動 而且我媳婦她跳爵士的 她也參加過一些比賽 也得到一些獎 所以他就想證明一件事 也想將那個訊息 告訴懷孕的女士 懷孕期間都可以做一些適當的運動 他上網跳爵士的部分 我也覺得跳得不錯 身體也很柔軟 都是一個好的訊息 說回俗哥這天 是跟羅力威擔任一個錄音室的展彩嘉賓 粉絲也很關心羅力威什麼時候再有新歌推出 不過他就說 目前要治療一隻手 這一兩個月 左手有一點點疼 那個痛法就是洗手 如果你踏乾手的時候 就是這個動作會令到手痛 基本上手你可以這樣 但這隻手不行 哈哈哈哈 所以 因為可能我也要彈一下琴 所以我要很快看一看好手 我自己會看著板 盡快 在 很快 看一看醫生 我就要很快彈琴 然後錄音 然後就做起一首歌給大家聽 我自己會噴心 只要 我自己會噴心